古代达官贵人家的下人们遭遇野和宫女,太监差不多,都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对待。 今天要说的一种下人叫美人鱼,那么古代的美人鱼是什么? 那么,美人鱼是如何被发明的呢?发明它的人又是谁? 点击订阅爱观历史,请到深处加个关注。 美人鱼,顾名思义,就是美人座的痰鱼,是由明朝大宰相严嵩的儿子严世帆发明的。 出身权贵之家的严世帆从小患有气管炎,每天壳痰非常严重,尤其是早上,据说一个痰鱼都不够用,每天面对恶心的痰鱼。 她非常不满,于是发明了美人鱼,每天清晨,三四十个美女,赤身裸体,跪在她的床前等她醒来,这些姑娘就张着樱桃小嘴,接住严世帆的浓痰,一张嘴,一口痰,直到她的喉咙舒服为止。 更过分的是,严世帆认为能接收她的痰鱼,那是他们的荣幸,于是不允许这些女子在接收的时候苦着一张脸,必须笑脸相迎,并且痰鱼不可以再吐到别的地方,必须咽下去之后轻轻擦拭嘴巴,微笑离开才可以,恶心程度无人能及,这种变态的方法被推广了出去,据悉。 清朝太监小德章也曾这么做过,当然,严世帆的美人鱼可能还有俊男,对,你没有看错,严世帆虽然是个男的,但他不仅好女色,对俊男也十分感兴趣,他玩弄男色的狠独世人皆知,素有男风之体,只要是北京城中有姿色不错的龙羊之人,就逃脱不了他的手掌心。 海公案记载的严世帆就是一个活脱脱的男色银魔,他的身边经常有男宠和美女一同服饰,就算是吃饭时都必须抱着美女和美男,如此淫荡,身体却依旧很好。 除此之外,严世帆还发明了很多变态的香艳法子,比如刚狗,玉平峰,温柔乙,迎愁,白玉杯等等,一个比一个荒唐,而这些法子中,大多都是严世帆最宠爱的妾室丽娘想出来的。 才子风流与腐败 严世帆字得求,号东楼,小明庆儿,据传说,她是西门庆的原型,如果生在寻常老百姓的家里,她是很难有出头之日的,因为她的形象实在是没有任何优势,她个子不高,还挺胖,而且瞎了一只眼睛,穿着绫罗绸缎,离老远看着油头粉面的,典型一个浪荡公子。 她爹严嵩,却是玉树临风,长得眉清目秀,爷俩站在一块,绝对会让外人对她的母亲产生无尽的遐想。 但是人不可貌相,海水不可抖凉,严世帆之所以能如此放肆,除了有父亲严嵩这个大奸臣坐靠山之外,主要靠的是自己的才能,甚至可以说,父亲严嵩在后期是靠着儿子才能继续风光的。 严嵩当年就是凭借着一首好字,用极度羡慕的轻词深得圣上恩宠,不过之后,她岁数越来越大了,搞起创作来也越发的力不从心了。 好在儿子严世帆延续了父亲的政治生命,每天都能替她写下一首优质的轻词。 甚至清出于蓝而胜于蓝,让家境皇帝非常的满意。 当然,她的本事可不止这一点,当时的家境帝是一个生性多疑的人,而且说的话一般大臣都听不懂,这让家境感觉自己非常孤单,没有一个能懂自己的人。 可偏偏遇到了严世帆,她不仅能听懂家境帝的话,而且可以轻松揣测到皇帝下旨的真正旨意是什么。 这样的本事,即便是犯天下之大不韦,家境帝估计都不忍心杀她。 虽说,她靠着父亲的关系,没有参加科举,就进入了国子见,但她本人非常好学。 而且有过目不忘的本事,在这里看了不少书,学习了不少的东西。 同时,朝堂官员的信息也被她都记在了脑子里,这可以让她轻松操控这些人为自己办事。 国子当时户部一直掌握在她手里,家境帝的接班人玉王在向户部索要遂赐时,遂赐。 皇帝每年赏赐诸王、后妃、公主、薰妻、固定数量的白银、断券、羊皮等物品,竟遭到了严世帆的刁难,连续三年都没给。 最续玉王无奈只能东拼西凑,一千多银两送给了严世帆,这才得到了自己该得的岁赐。 此后,严世帆更加嚣张,见人就说,皇帝的儿子都给我送钱,你给谁还敢不给我送? 不仅如此,他还给自己修建了比皇宫还豪华的宫殿,随着严世帆越来越猖狂,得罪的人越来越多,上书给皇帝的奏折都能堆出宫门外。 最终,嘉靖帝决定严查严世帆,1562年,严松被罢官,严世帆被流放到了广东雷州,途中逃脱,返回故里,此时的他还不知悔改,不仅没有躲起来,反而大肆扩建府邸,遭到了御史临润弹劾,指控他勾结倭寇,图谋不轨,被捕入狱后的第二年。 严世帆被处决 在古装电视剧中,经常会看到一些大户人家在宴请客人或重大节日的时候,会叫一些自己府里的年轻美女出来奏乐跳舞,这些女性便被称嘉绩,嘉绩在很早以前就出现了,最早有文字记载嘉绩的时间的就是春秋时期。 记载了晋道公,在公元前562年时赏赐了魏大夫女记八名,嘉绩和官绩,私记等其实是不同的,嘉绩其实就是古代有钱的男人养在自己家里的妓女,他们都是能歌上舞的美人,而且才艺水平都是比较高的。 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,不仅给他们的主人表演歌舞音乐,而且还在主人有要求的时候献出自己的身体,嘉绩和婢女也是不一样的。 在地位方面,嘉绩相对婢女来说要高一些,在职业方面,婢女主要是负责主人们的日常起居,是用来服侍主人的,工作任务繁多,一般都是体力活儿,相当于主人的工具。 而嘉绩则是为主人唱歌跳舞,提供娱乐的,相当于主人的玩具。 虽然他们看起来似乎要比婢女好一些,但是他们所受的精神与肉体上的折磨,却远远超过了婢女。 他们的命运十分悲惨。 自古以来,就有很多嘉绩受折磨的例子,如唐玄宗的哥哥身亡,每次寒冬腊月的时候, 为了取暖她,就让嘉绩们一起将她围住,这样的行为被叫做纪尾,而她的弟弟齐王,则是到了冬天,深夜的时候,就把手放在嘉绩的怀里,把嘉绩的身体当作暖手宝,这样的行为被叫做暖手。 五代的时候,有个叫孙盛的男人,家中特别富裕,家绩也很多,他吃饭从来不用桌子,而是把嘉绩们的手当成饭桌,让嘉绩们端着菜蹲成一个圈。 这样的行为,又被叫做肉台盘,然而这样的行为在当时,竟然还成为了有钱人们的流行。 很多人都去效仿孙盛的做法。 当时的尚书王天花,知道严世帆喜欢下棋,为了巴结他,便送给他一张香金毛毯做的棋盘,并附送了三十二个嘉绩当作棋子。 这些嘉绩,一半穿黑色的衣服,用来当黑子,一半穿白色的衣服,用来当白子。 从此,他们便不用这儿八经的棋子和棋盘去下棋,而是用嘉绩们来下棋,这样的行为被叫做肉双鹿。 还有一个更可恶的人,那便是宋朝的杨正,杨正家里养了几十个嘉绩,虽然嘉绩们个个都容貌美丽,才一出众,但是杨正对他们却没有一点怜惜之情。 只要稍微放个小错,或者稍微让他不如意,他便会下令将犯错的嘉绩打死,不仅如此,还将死去的嘉绩的皮从头到脚的包掉,然后钉在墙上,直到他们的皮被风干才将这些皮扔进河里。 所以,他家的墙上,至少有二三十具风干过人皮之后留下的人影。 当然,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,无非是因为嘉绩的主人根本不把他们当作人来看。 所以,古时嘉绩的下场大都,是悲惨的。 谭玉最早出现在近代,除了自面衣以外,还可以用于放置餐桌上的鱼刺和剩余的骨头。 随着时代的演进,谭玉并未被淘汰,相反,古代注重审美的人们创造了各种奢华的样式。 有条件的富人家庭会在谭玉的材质、工艺和装饰上下功夫,而一般家庭也会精心挑选,将谭玉视为室内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就像《红楼梦》中初次进入大观园的刘姥姥所注意到的那样,贾府使用的谭玉是雕漆谈和,端庄的摆放在座入旁边。 能够被像贾府这样的大户人家如此重视,足以证明当时人们对谭玉的接受和认同。